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15日 有许多朋友留言反馈这个QOBSC挖矿程序总是闪退 我这也有这个问题 这期视频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方法 可以解决大部分闪退问题 咱们先把这个挖矿关闭 咱们来到这个挖矿软件的目录 咱们在挖矿软件目录里面新建一个.bat的批处理文件 前面这个名字可以随便起 我这起的是QOBSC.bat 然后点击右键 编辑这个批处理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批处理文件里面中间这行命令 就是八况命令 qli-client 把这条命令输到里面 然后上面加一条命令 冒号loop 这个loop可以随便起 我这用loop代表循环的意思 大家也可以起个别的名字 然后下面加一行命令 go to loop 上面这个loop 如果大家起的是其他名字 下面这个要对应的也是一样的 这里的冒号loop和下面的go to loop就是一个循环命令 把这个挖矿程序搁到里面 如果挖矿程序在执行的时候 如果因为意外闪退 它就会执行下面的go to loop 返回到上面这个loop这个标签 然后再执行一遍程序 我通过测试这个方法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闪退问题 以前我执行挖矿程序每天都会闪退好多次 用了这个批处理文件之后 基本上没有闪退 但偶尔有时候命令循环之后 挖矿程序不能恢复正常 还是需要手动关闭 重新启动挖矿程序 但这种情况比较少 只要它的矿池本身没有问题 这个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下面还有两个和挖矿相关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和大家说一下 一个是电脑的电源管理 咱们在开始上点击右键 点击电源选项 在这里有一个屏幕和睡眠 点开它 下面这有一个闲置以下时间后将设备置于睡眠状态 后面这里默认情况下它是有分钟数的 咱们一定要选择从步 也就是把电脑的自动休眠功能给它关闭 不然的话电脑进入休眠状态会严重影响挖矿 第二个地方需要注意的就是Windows系统的自动更新功能 点击设置 然后Windows更新 就是这里 Windows自动更新如果在后台运行 有可能也会对咱们的挖矿程序产生影响 所以咱们最好把它关闭 方法是点击下面任务栏的搜索 然后输入services.msc 然后点击上面的服务应用 然后往下拉 找到Windows打头的 这有一个Windows更新 我这里显示是更新 也有可能显示update 然后双击 这里有个启动类型 选择禁用 然后上面这里有个恢复 点击 这里有个第一次失败 选择无操作 点击应用 点击确定 然后重新启动一下电脑 Windows的自动更新应该就会被关闭 以上这些就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对了 还有一个就是挖矿系统 我用的这是Windows 11 经过测试 Windows 11系统应该比Win10系统 挖矿算力要高一些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